藐视中国法律 制造地区紧张局势 中国欲强力反击 各位网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 9月17号 美国国防部发表声明称 美国国务院已经拼准一项总额约2.28亿美元的对台军售 包括飞机和相关设备的晚饭 维修 重新装运服务等 大家知道 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 严重违反了一个中国原则 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 特别是817公报的规定 严重侵犯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 损害中美关系和台海和平稳定 这种行为是在向台独分裂势力释放错误信号 是为赖廷德和民进党当局推行台独 挑衅一个中国原则 撑腰打气 算起来 这是拜登任期内第16次对台军售 美方表示 对台军售符合美国的国家 经济和安全力 支持台湾当局努力实现武装部队现代化 并保持可靠的防御能力 有助于改善其安算 有助于维护该地区的政治稳定 军事平衡和经济进步 当前 以美国为首的外部势力 对台独分裂势力的纵容和支持 严重破坏了台海地区的和平稳定 其行政干涉了中国内政 损害了中国的主权和安全利益 也进一步加剧了台海局势的紧张 对此 中方表示强烈谴责 坚决反对 并采取严厉反制措施 宣布将对9家美国军工企业实施制裁 同时 取消台湾地区34项农产品的零关税优惠政策 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这是历史和法理事实 也是国际社会的浮面共识 台湾问题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退浪的底线 美国对台军售已经不再是单一的商业行为 而是一种支持台湾独立的手段 这种行为必须有效遏制 美国一方面强调其不支持台独立场 并认为维护台海和平稳定至关重要 声称自己遵守一个中国政策 另一方面 他又出尔反而不断增强对台湾地区的军售力度 实际上 这种军售行为不仅加剧了两岸关系的紧张 也进一步撕裂了中美之间的关系 从本质上讲 美国就是想通过这种方式 保持台湾地区对自己的依赖 同时牵制中国在亚太地区的发展 在美国的眼里 台湾地区只不过是被美国拿来当作打压中国的工具和棋子 中美两国作为世界重要的两个大国 应该加强沟通和合作 共同维护世界和平与稳定 而不是通过干涉他国内政等方式来制造矛盾和冲突 对于台湾地区这样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原则问题 中国将坚定不移地捍卫自己的主权和领土安整 绝不容忍任何分裂国家的行为 美方应该尊重中方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系 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规定 不再向台独势力发出错误信号 立足中美关系大局共同维护台海地区的和平与稳定 好 今天的话题就聊到这里 欢迎各位网友评论交流 我们下期再见